山河传说 黄山 金鸡叫天门 在黄山天都风西边半山子对面的缘崖之下有一组巧石 这组巧石的形状很奇怪 因为由半山子的子门望过去 它好像一只金鸡 但是如果由龙盆波或者天门坎望过去 它又像五位老人家向天都风攀登 所以人们将这组巧石叫做金鸡叫天门 和五老上天都 或者你会问 那只金鸡为什么要叫天门 原来其中是有一段故事 那就等我们由头讲起 由人登上黄山都要经过天都风旁边的天门坎 因为只有进入天门坎才能够领略黄山的奥秘 才算是真正进入过黄山 否则就见不到黄山的真面目 相传 在很久以前天门坎有两道紧紧封闭着的巨大石门 很多游人去到天门坎的时候都因为不得其门而入 只好素兴而归 有一次 由西岳华山来了五位道家长老 他们第一日住宿在温泉附近 并且在珠沙汤泉之中沐浴过 第二日一早 他们就拆杖登山 当他们气喘如牛汗流接背地到达天门坎的时候 被紧闭着的两线大石门挡在天门以外 他们由门拉到装进去 就隐约见到秀丽奇患的黄山景色 这五位老道长深深被吸引着 一直徘徊在天门之外 不想离开 各位长老 我们千里迢迢来都朝拜黄山 谁不知 竟然被这两线无情的天门拒之于外 没办法飽浪黄山绝妙风光 真是素兴 不过 我们就这样打退堂鼓 美不时前功尽废 是咯 不是咯 我们怎么都要想想 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进入天门才行 没错 要想个办法才行 是咯 想想想想想 有什么办法 啊 怎么办 怎么办 没有办法 你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咯 大家想想想 人间有什么声音 可以令到天下万户门开呢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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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等什麼?快點變吧!變! 嘩!厲害了! 只見金光一閃,這五位道家長老就變成了一隻 昂首展翅九九紅之的大金雞了 這隻金雞飛到天都封旁邊的峭壁之上 向著天門坑鎮翅高鳴,提升遼量,山明穀映 而把守天門的天兵,就被一隻金雞的叫聲驚醒了 金雞叫了!金雞叫了! 我們守黃山天門已經幾萬年,終於等到金雞的叫聲了 啊!玉帝當然,派外守黃山天門坑的時候 曾經有旨意說,不聞天雞叫,天門永不開 嗯!今天金雞開聲叫,應該是打開天門的時候了 是!我們立即遵此行事,將天門坑裡的兩線大石門打開了! 天門打開了,只見一片閃爍的金光照耀著風石名傳和花草重拍 只見寶光瑞氣,學武元彬,黃山聖景感受天然 五位道長新臨仙境自然皆大歡喜 當他們盡情游覽了五海風光和群風景色,正準備下山歸去 但是回到天都風的天門坑的時候呢? 啊啊啊? 大石沙�也重新et途了 唉爹呀 räyo 是啊 Southern 怎麼呢? focus on us 我們去了天門,但卻無法出地 他就去問問那些門搜門的天兵 是啊 我們過去問一下吧 好啦 好吧 不知道有人出地 請問天兵哥 你們前幾天好意開了天門 讓我們進了天門陷 讓我們由黃山先頂 為什麼今天又關閉天門 不放我們出去 你們誤會了 我們前幾天開了天門 並不是故意放你們進去 那不是為了什麼 為了金雞的叫聲 沒錯 這些就是我們開天門的號令 你們想出天門 除非金雞再叫 這樣我們就只好再變金雞叫天門 才行 這樣就容易了 難不了我們 沒錯 我們五個人已經是半仙之體 只要再變金雞叫開天門 那就行 沒錯 對我們來說出入天門 當然已經不是一回難事 但是我們是不是都應該為後來者設想一下呢 哦 那你就是說 黃山明 全四海 升陣五岳 將來一定會有很多人 不願萬里 攀山摺水來這裡 欣賞一下黃山聖景 到時他們沒有辦法打開天門 就只有望天興壇 素興而歸 所以我們必須想個辦法 令到黃山的天門永遠打開 不再關閉 是啊 是啊 有道理 是啊 有道理 黃山的天門 應該永遠大開 讓所有的人都能夠進出目阻 是啊 是啊 但是 要天門打開 唯有靠我們五個人 各位 請聽我說 好啊 好啊 為了後來遊人 不再為天門阻擋 各位長老 不知願不願意再度化作金雞 永遠在黃山施神 讓天門長期都為四海來客而開呢 啊 願意 我都願意 我都願意 啊啊啊 於是 五位長老又搖身一變 變成了一隻鎮翅飛翔 昂守天外的大金雞 而且 每日五更時分 就向著天門坎鎮翅高鳴 而守門的天兵 每日清晨聽到金雞的叫聲都要開天門 時間一長 天兵就覺得好煩厭 從此就不再將天門關閉了 現在遊人如果由前海上黃山 到了半山子封頂 搖觀天都封叛 就會見到那隻叫天門的金雞 雞頭向著天門坎 姿態生動逼真 好像正在拍動著雙翅 引頸高體 而提聲還好像在空中飄蕩 這裏就是黃山有名的金雞叫天門 此外 當你過了半山子 去到龍盆坡 或者是到了天門坎 回首東望的時候 那隻叫天門的金雞 又會變成好像五個老人家 攜手扶將 攀登高峰的形象 由這邊看過去就是有名的 五老上天都奇景 這五位上天都的老人家 就是化作金雞的五位道長 黃山前海深處 魏蛾的天都封下 束立著一方巨石 據說這方巨石有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根重 呈長方體的形狀 上端掠圓 亭如刀削 光滑精亮 好像屏風 這樣聰明聰立老旁 這一塊就是文明 狹耳的劉月岩 提起劉月岩 那些人就會聯想到 明代萬曆皇帝的母親 慈聖太后 朝山敬香的一段故事 那一年 萬曆皇帝 在如刺 護國慈光子扁額的同時 還落了一道聖旨 命令各州各府的官員 全力保護他母后到王山 赤豐和禮佛 並且要御駕所到之處 家家張登傑彩 戶戶徹岸墳香 好了 我們也不說慈聖太后此行 是多麼闊暢 沿途是多麼熱鬧 就單單說下他到達王山之後 先在慈光子做了七日七夜的齋照 要成百上千的僧侶 一個個身披袈裟 頭頂香岸 手敲發氣 口念經文 忙了幾日幾夜都沒有合上雙眼 因為慈聖太后是一個喜怒無常 不能夠怠慢的王族顯貴來 好了 王太后離開了慈光子 那些嬌夫 就將她抬到去立馬橋 王太后在立馬橋頭上景的時候 就向左右詢問說 內侍神 在 這裡離開文殊院還有幾遠 啟稟太后 剛剛走了一半路 嗯 嗯 傳我的旨意 就在這裡劈岩見陰 改名做半山寺 讓百姓都能夠看到這裡的奇蟲 怪石 幽谷除契 謝太后 當時 那些徐蟲 慌忙伏地謝恩 但是立馬橋頭 連個夏季的平地都沒有 馬上就有幾個人在夏季的時候 當場跌到深淵 跌到粉身碎骨死了 接著 慈聖太后 去到天門坎前面 這個天門坎是仙凡之間的界線 古人曾經在這裡刻著 過此成仙女歸來無族客的對戀 嗯 前面沒有多遠的地方 就是天門坎 那裡是仙家和凡人的分界線 我身為人君之母 怎麼可以不穿華服 不整笨用 就闖出跨入仙境的呢 我要夏季更衣梳洗才行 停 停季啊 我要整裝梳洗 停啊 停停停停停 她是要整裝梳洗啊 啊 什麼 整裝梳洗啊 哎呀 那怎麼可以啊 這條路這麼窄 又沒有寺院 又沒有良庭 太后那些梳洗衣物 根本沒辦法拔開的 那就是了 但是 怎麼回覆太后好呢 那怎麼辦呢 死了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為什麼還沒有人來侍候我 奴才在奴才在 太后想在這裡 在這裡 梳洗更衣啊 你們真是笨啊 不在這裡梳洗更衣 怎麼顯出我虔誠敬佛之心啊 那 如果得罪了菩薩 就算把你們這些奴才處死 也無補於事啊 哎呀 那怎麼辦呢 這次真是糟了 又不可以抬蠻太后 如果激怒了她 殺頭也有份的嘛 是啊 那 那 在這個時候 她要整妝啊 那 要盡快安排才行啊 那 那 那怎麼辦呢 啊 那邊有一塊大石 非常光澤 而且 好像一塊鏡一樣的啊 啊 我有辦法了 我有辦法了 如果我這樣對太后說呢 包括太后滿意的 啟稟太后 太后不願千里而來 虔誠敬佛 上瘡感動 天帝已經派了雲同彩女 列隊雙營啊 請太后看看 天門坑前那塊石頭 名換流月癌啊 哦 為什麼要叫它做流月癌啊 啟稟太后 意思就是說 山高離日近 深城流月妝 因此 太后如果在那樹更衣 就更加合天意啦 嗯 好 那就事後我去流月癌啦 是太后 慈姓王太后 一向就喜歡受人奉承的 那經這一位 情急置身的太監 美言幾句 真是伏伏貼貼的對石梳妝啦 說起來真是巧啊 當時正好是初更之夜 月光灑在這塊高而且平的大石頭上面 又真是能夠反映出一些人影來的 據說 後來慈姓太后到民術院上鄉之後 又捐款收建流月癌 命令工匠為流月癌雕花陷珠 要裝飾得和梳妝台一模一樣 不過 不知道是不是地方官貪污了這一筆銀兩 還是慈姓太后根本沒有去過黃山 因為我們今天看到的流月癌 是沒有這些人工雕雕的痕跡留下的 黃山東海有一道名姓 叫做仙人子路 所謂仙人子路 就是有一塊好像手指尖的棋石 高高地掛在一座山峰之上 準確地指向白鵝嶺的登山梯道 講起這塊仙人子路的棋石 它之所以久負盛名 不但因為外形非常像一個人伸出手指 亦都是因為它有一段 對世人頗有啟發作用的傳說故事 相傳很久以前 有一位兩歲能聞 四歲會武的神童 因為科長失意 擂台負傷 就改行京商 京商之後又連老本都虧虧買 那神童都變得武利神器 他走投無路的時候 就去黃山沉思仿仙了 怎知黃山荒原幾百里之內 連藥龍、潮夫的蹤影都很難見到 何況是神仙呢 入山仿仙的神童 走遍千鋒萬隔 乾糧食完 飲清泉吞野果 衣服穿爛了 就披樹皮樹葉 漸漸就變得瘦骨如柴 面無血色 兩眼深陷 兩腿失靈了 這一日 神童終於分到在路旁 奄奄一息 都不知過了多久 才被一位背著竹屁 穿著山脈亡鞋的老人家發現 這位老人家一邊喊一邊搖 神童就只有睜開眼的氣力 想回答都說不出聲 老人家在他的嘴裡灌了些水 又給了些東西他吃 神童才慢慢甦醒 當各位老人家知道了神童的來意之後 就哈哈一笑地說 哈哈哈哈 你真是聰明 反鼻聰明 嗯 我在這座山住了這麼久 每日日出而作 日入而食 真是連半個神仙都沒見過 唉 你不要上人當啊 快點回家 好好地生活吧 在這座山夜嶺 很容易被豺狼虎豹吃了你 嗯 這個老公公說的都對的 我都聽過蝕話回去吧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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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腹無粒米 腰無昏雲 都幾難回到家裡的 好吧 我救人就救到底 唉 唉 送了這個竹坡仔 還有在山上找到的野果給你了 哈哈 我山熟路熟 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的 拿著拿著拿著 無謂推遲 謝謝老公公 謝謝老公公 在路上小心 快點回家吧 老公公 請你等一等啊老公公 我知道了 原來你就是神仙 神仙 我求求你 只有一條成仙得道的路讓我走 我求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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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神仙 我求求你了 這座黃山是人間仙境 即是說 它是仙境 亦是人間 你看 我身穿布白 吃的是草果 我如果真是入了仙賊脫卻凡胎 又何必留在這處受苦呢 我 我不信 你一定是神仙 唉 你不信也要信 我不是什麼神仙 實不相瞞 唉 我前半生 被明利兩個字 害到家破人 這樣才看破紅塵 是這座人居的 真的? 老人家所說的這番話 聽到神童半信半疑 他信的是老人家言之有利 疑的是老人家風度不凡 氣與弱先 於是神童不願意錯失良機 決心拜老人家為師 跪地苦苦哀求 誰知等他抬起頭的時候 那位老人家 已經變成了一塊高大灰毀的仙人子路巨石 而且 猛地叫他都不再答 拉他 又拉不動 但是 神童遲遲都不肯按照 先人子路 這一塊 巧石所指示的方向走去 只是在石頭前面 百拜千叩 直到最後 才隱約聽見 巧石的土裡 發出一些聲音 抬遍黃山 抬遍黃山 抬見仙 只怪名利 創心間 勸君 改走勤憤怒 保你餘生 菜神仙 山河傳說 修雅讚稿 魏便利主持 山河傳說 希望你一課 為何 因此 是 mucha 香口 憲 憲 憲